出口的音樂 當初我們創立國樂團 最主要的就是說 讓這些學習國樂器的學生 能夠有機會有合奏的經驗 讓他們有國樂團可以學習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高烏飾國樂團 原本就有很豐富的資源 包括練習場地也好 包括很多的名師都在裡面 演出的經驗都很豐富 所以特別來設立這個 附設在高雄市國樂團的裡面 成立一個青少年國樂團 讓這些學生 特別是我們高雄市的在校生 學習國樂器的學生都有經驗 都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參加這個國樂團 我覺得現在這個樂團的運作模式 高雄這邊是一種好的模式 就是說它有這樣的個別的老師 演出的時候寫的老師 青年學子在裡面 就是無論它是科班的 或者它是國樂班或者喜好者 它可以從這個過程中間 透過模仿聆聽 這個進進應該是很快 然後我們在三期開始之後 有開放青年的演奏者 開始甄選協奏的機會 那目前已經施行了四期 結果效果很好 我們在下一期之後會 希望這個名格再增加 就是讓他們更有機會 會更早能夠踏上這個舞台 去領略到這種 等於不同的這種方式 在李英老師的帶領之下 我們有非常棒的師資 在各個分部的老師上面 在我們寒暑都會安排 大型的音樂會售票演出 很多的高市國的老師們 都會來聆聽我們的音樂會 那我覺得這是給我們演奏者 非常大的動力和精神支柱 在這個樂團剛成立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是國中一年級 那想說 就是都是自己在玩音樂而已 那沒有一個就是 可以跟其他人互相切磋的團體 那剛好這個團就在甄選 所以我就 藉著這個機會來到這邊